今年的夏天一直处于这种少了一口气的沸腾的火热畅快感,就连知了,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仿佛为了应景般附和着。全然没有了往年夏天那种炙烤火燎般酣畅淋漓的燥热感。不过好在这种凉爽的天气,最适合有心情美美的捞造型了。 对于穿搭这件事来说,没有比有心情,更能提得起胃口了。这不,前天有个小美女问我,她的脸有些方众带圆,不知道怎么选择耳环,去店里面试了很多款,效果并不理想。她一直很胡脑,不知该从哪个地方入手来做。 哈哈,穿衣问题找我还真的是问对了,我心里一阵窃喜,凭着我的功夫,这种事情不还是小事一桩。在告诉她正确选择的原理后,我就顺便写下这篇文章,来聊聊关于如何选择耳环这件事情吧。 小小耳环,可是有着大学问哦。配饰,特别是首饰,对于我们整个形象来说,那简直就是画龙点琴的琴啊。 这一点不要紧,是点得死气横秋叶或是生龙活虎,栩栩如生,可全靠小小的配饰了。 配饰里面耳环,项链,手链等,因为戴在不同的部位,选择的技巧也是不一样的。今天就只说耳环。 第一,饰品耳环的重要性。我们和动物唯一不同的是,我们懂得戴饰品,美国著名演员奥林匹亚。杜卡基斯如是说,爱美是人类的天性之一,也是我们在满足了口腹之欲后,提升精神层次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属性。 从每个女人的心底来说,都是渴望美的。哪怕是对美在邋遢不前的人,也希望自己能有一身得体的衣装,以便更美地吸引着别人的目光。 香奈尔扣扣之于珍珠,奥旦利河奔之于斯金,希拉里之于绿松石。这些魅力女性无不用饰品,在强化着她们的风格和魔力,甚至用饰品传递着她们精神的寄托。 在那一刻,她们所钟爱的饰品,好像是她们的化身一样,融为一体,分布出彼此。我想,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,也应该有一种钟情的饰品,让这种饰品成为自我的代表和化身,形成专属的自我崩格特征。 而耳环,不仅仅是点缀这么简单,耳环最重要的功能是修饰我们的脸型,让我们面部更富有立体感。 小巧精致的红宝石耳环,衬托着一脸灿烂如花的笑容,就连嘴角盈盈上翘的物质,也生动了不少。 对于能修饰面部的两个地方,除了头发之外,就是耳环了。 耳环不仅仅能让我们的脸看起来完美生动,更重要的是,它还可以瞬间提亮细色,让我们整体造型丰满富有灵性。 因此,能选对适合自己的耳环,能让耳环为自己形象加分,是进阶成为穿搭达人,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和知识点。 老规矩,我还是从原理出发,来解析基本规律,只有掌握基本规律,我们才能举一反三,灵活运用,把知识真正的变成自己的。 第二,如何挑选适合的耳环。 我们之前反复强调过线条的概念。 线条是一件物体的基本走向规律,所有的物体,包括我们的脸型,都是有着线条风格特征的。 因此,关于线条,这里不再过多的描述。 我们只要知道,耳环的造型也是有着线条变化的,而在选择适合自己的耳环之前,了解自己脸型的线条,就可以选对适合自己的耳环了。 下面一一,来针对不同的脸型详细的说明,我们主要从以下两点选择耳环。 第一,看脸型和耳环线条的直合曲。 第二,看脸型和耳环线条的方向变化。 请记住这两个基本的规律,只要掌握了这两点,就能选对适合自己的耳环。 一脸型的直合曲。 在我们常见的八大脸型中,我们做一个比较细致的划分。 关于脸型,有很多的版本,我们今天说的脸型,包括了绝大部分的脸型,当然,也有很多脸型是复合的,集合了几种脸型的特点。 那我们就要看最显著的那个特征是什么,抓大放小就行。 如果实在不知道自己什么脸型,可以私信洛利欧。 直线形,正方形脸,长方形脸,菱形脸,到三角形脸。 上面的八大脸型中,每一种脸型都有着明显的直合曲的变化,我们就从直合曲两个大方向来解析,这样比较好理解。 二耳环的直线和曲线。 耳环的直合曲,也是从其图案形状变化来判断的,一般来说偏圆形,看起来比较柔和,元素是花朵啊等偏女性化元素的,都可以归为曲线形。 而直线形大多都是直线条,形状有棱有角,看起来比较硬朗,锋利等都可以归为直线形。 判断耳环的直合曲有两点,耳环的轮廓线条奏向和形成耳环的元素形状变化,通过这两点,就可以断定耳环的直合曲。 当然还有一些耳环是直合曲的混合,这时我们就要看直多一点还是曲多一点了。 除了耳钉之外,一般的长耳环,还有着耳钉和耳坠的组合,这些组合的形状也影响着我们的选择,因为不同的形状变化,都会对脸型有着不同的影响或修饰。 下面我们就针对每个脸型来详细说明。 1. 曲线型的圆形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? 圆形脸特点,脸部线条柔和圆润,额头比较窄,下巴短,颧骨宽,五官是属于紧凑型的,整体风格偏曲线。 首先,圆形脸是曲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曲线条的耳环。 其次,圆脸型是圆圆的,属于横向走向线条,最好选择纵向线条的耳环有拉长脸型的效果。 这一点叫做反向弥补法。 圆形脸就不能再带圆形耳环,只能带有纵向线条的耳环。 对于小可爱银宝来说,长线条的耳环明显更适合它,上图中下边圆形耳环,让它看起来更加幼稚可笑。 而上边中珍珠耳钉加长线条的耳环则更适合它,更符合我们上面说的,选择基本原理。 圆圆的珍珠也和它可爱的女人为气质相呼应,这样耳饰才具有修饰作用。 2. 曲线型的椭圆形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? 首先,椭圆形脸是曲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曲线条的耳环。 其次,因为脸形相对会稍长些,属于纵向线条,那么在选择耳环的形状时,就要考虑横向拉宽的形状的耳环。 刘亦菲就属于椭圆形脸,上图中左边耳钉式的小耳环,对它的脸形,起不到任何的修饰作用。 而右边不一样了,加宽的纵向线条,显然更适合它。 如果不是很圆润的椭圆形脸,在选择耳环的时候,范围会更大更广。 这种就看具体情况了哦。 3. 曲线型的新型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? 新型脸特点,脸部线条比较圆润,额头比较窄,下巴肩,一般都会有美人肩,发际线也是弧形线条,整体风格偏曲线。 首先,新型脸是曲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曲线条的耳环。 其次,新型脸是上欢下窄,属于斜向形状走向线条,那么根据反向弥补法,就要选择上窄下宽的耳环。 新型脸的铜利亚,明显带下面横向拉宽的耳环更能修饰它的脸型。 上面也说过,除了耳钉是耳环,耳环都有耳钉和耳坠。 两大部分组成,这两大部分的不同形状,会对不同的脸型起着不同的作用。 所以,我们要针对自己的脸型做选择哦。 4. 曲线型的离型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? 离型脸特点,脸部线条比较圆润,额头比较窄,下巴宽,整体风格偏曲线。 首先,离型脸是曲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曲线条的耳环。 其次,离型脸是上窄下宽,上窄下宽是斜向线条,下颌骨宽属于横向线条,因此,离型脸整体是混合线条,可以选择上宽下窄纵向形状的耳环。 同时,离型脸还给人忠厚之相。 如上图,这种上宽下窄纵向线条的耳环,就特别适合离型脸。 以上是曲线型脸。 选择耳环的共同点就是,选择那些带弧形圆润的曲线风格的耳环,这是大的方向。 在大方向下,根据每种脸型的不同,细节处调整就行。 下面说直线型脸。 5.直线型的正方型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。 正方型脸特点,脸部线条比较阴朗,方方正正的感觉,长和宽差不多,下颌骨有明显的棱角感,整体风格偏直线。 首先,正方型脸是直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直线条的耳环。 其次,正方脸型是横向线条,属于横向走向线条,要选择纵向拉长修饰的耳环。 小方脸的孙力带纵向的拉长的耳环,有明显的修饰脸型的作用。 而同样方脸的正绣纹,带圆形的耳钉,对脸型起不到修饰作用,不过能体现出强大的明星裤潮饭。 6.直线型的长方型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。 长方型脸特点,脸部线条比较阴朗,方方正正的感觉,但比正方型脸偏长些,下颌骨有明显的棱角感,整体风格偏直线。 首先,长方型脸是直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直线条的耳环。 其次,长方脸型是纵向线条,属于纵向走向线条,要选择横向拉长修饰的耳环。 7.直线型的菱形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。 7.菱形脸特点,脸部线条比较阴朗,额头和下巴窄,颧骨很高,脸部最宽位置在颧骨,整体风格偏直线。 首先,菱形脸是直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直线条的耳环。 7.菱形脸形是中间宽,下巴窄,属于斜向线条,要选择斜向线条或有棱角的耳环。 8.直线型的倒三角形脸,如何选择适合的耳环。 倒三角形脸特点,脸部线条比较阴朗,有棱有角,颧骨突出,与菱形脸的区别是额头不窄,反而比较宽,像是横着的长方形,和倒三角形混合而成的脸形,整体风格偏直线。 首先,倒三角形脸是直线型,那么在选择耳环时,就要首选直线条的耳环。 其次,倒三角形脸是上宽下窄,下半边脸是斜向线条,额头宽,是横向线条,属于混合线条,要选择纵向线条或有棱角的耳环。 但是倒三角形脸,如果经过刘海修饰之后,可以参考菱形脸群耳环的标准。 我们一直以为唐嫣是一个嗲嗲的软妹子,但从其脸型来看,比较偏直线条。 但是她性格温柔,这种珍珠结合不规则形状的耳环,就非常适合她。 以上就是不同脸型选择耳环的不同标准,可怕洛威泪惨了,又是找图又是修图,想找到准确的图也真的不容易。 这些都只是基本的理论点,大家可以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去灵活运用。 不要死般硬套哦。 其实穿衣搭配说容易也容易,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 对于有灵性的妹子来说,一点就通,但对于美感不美感的妹子来说,就要反复练习去尝试哦。